五月的時候 我澳洲的朋友 在電話帶一個香港的印度籍 女士信耶穌 為她的疾病祈禱 問我可不可以幫她跟進 所以我五月尾開始 跟她WhatsApp聯絡 我們自戰邀請 可不可以去家裡探望她 六月九日 她丈夫很關心 什麼人去家裡探望她大肚子的老婆 她老公指要在這裡 我們請Jake陪我們一起去 很好 Riana我和Jake去到她家裡 分享醫治見證 和一些醫治的聖經經文 為她祈禱 老公覺得我們可以合格 因為我有大肚子 因為我有大肚子 跟她的妻子都挺合格的 立刻令她覺得 安全了這些人是安全的 我們分享麥 你知麥 聽到嗎? 好像微弱一點 OK 探望完一次之後 她丈夫批准就不再在這裡了 容許我們兩個隨時去探望她老婆 我們上去做什麼 我們差不多每個禮拜都去除了 疫症嚴峻的時候 丈夫不批准 我們一路有上去 那我們去做什麼? 其實Joanne她訊息我的時候 其實都是叫我上去講一個見證的 因為剛巧這位印度籍的太太 都是有跟我一樣的case 就是有紅斑狼瘡的 但其實有少許的初時 因為印度籍太太是講英文的 我說你要翻譯 因為我不懂得說整個見證是英文的版本 所以其實上去到去 我想是真的實在 聖靈帶領著我們 她叫我去 要說一些合而的話 那就分享了一個 分享我自己和孔狼瘡的見證 給她看我之前幾乎要死 即是不死都一身殘 會盲 會怎樣 但是你看我現在幾健康 即是幾健康 那樣 那我見到 第一次見她 她是整個人很灰 我想大家都知道 即是她怎樣叫灰發 即是直接是沒有精神 總之你看到她的樣子 好像有一層灰在她的臉上 那我們就去了 祈禱 去講見證 去敬拜 那當中其實 我自己有得著 因為我在當中 跟她一起敬拜 我常常都很容易領受到聖靈充滿 很容易見到圖畫 因為其實我真的實在不認識她 完全不知道她什麼了 但當 不好意思 比較操作 但是 當我把我看到的圖畫 或者神的一些說話 安慰 跟這位印路直太太說的時候 當然都需要繼續翻譯 即是 我看到她的樣子是得了安慰 即是 叫到 好像是 真的好像仿花是神童 去親自說話 這樣 嗯 那我繼續 當我們去到 我想第三、四次的時候 再去到的時候 她之前是 目口目面 完全沒有表情 只是擠都不笑 但是去到第三、四次 我直接看到她 我覺得你的樣子有些笑容 好像光了 好啊 你整個人是漂亮了 好 交給你 Joanne 是啊 其實什麼事呢 我們很感恩 分享兩個見證 當中 因為 Wiana很好 因為我負責WhatsApp 跟她溝通 她經常想念我 我跟Wiana 她經常感受到 她其實剛剛信主 教會都還沒回 因為有病 和大肚子 但是她感覺到 她感覺到有不同 她說我們來的時候 傳播一些平安 和喜樂 在她家裡 她會掛念我們 因為她掛念那份同在神的同在 她叫我做Ry 我不是Ry 短寫 你的名字實在是長了一點的 是啊 兩個見證 那她什麼事呢 紅斑狼瘡 影響她的血小板 她的女人低到無人有 正常的女人應該是150以上 那她下降到19 那她一大肚的時候 她們原本想去政府 不是 私家醫院 但私家醫院查過她的案子 說我私家醫院不肯收她 那她就去政府醫院 那政府醫生 那她大肚就這樣做覆診 那每次醫生就跟她說一件事 就嚇到她 很大傷害 那就是說 你血小板這麼低 意思是會流血不止 我不知道怎樣可以幫你生孩子 你自然生也好 你開刀生也好 我不知道怎樣幫你生 但是又沒有事情可以做到 不是那些藥可以幫到她的 血小板升高 我覺得19 正常人是85 但是我們第一次去探討她 我朋友認識她和她祈禱都是五月的事 我們第一次探討她是六月 六月尾那個報告 可不可以看一張照片 麻煩 第一張照片 她拍了醫生的電腦screen出來 六月尾那個報告已經有 有紅點那裏就是19 徘徊都是21 24 這樣 但是一旦 172 172 要歸給主 Amen 接著後來之後 因為那次是六月尾 之後已經去到245 多謝主 她看到很大的成績 她自己都很大安慰 因為她太多憂心在裏面 很多情緒的事 第二個經歷就是 原來她感恩她有信任我們 因為她原來從來 總之她是沒有朋友 很正常 應該是正常女生會有朋友 她從來沒有朋友 又讓我們上去 我發覺後來 後來想再介紹社工給她 她就已經拒絕人 見過一次不再見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 信任我們兩個 我們很友善 漂亮 因為你很有安全感 還有很有喜樂 減少一些安全感 她原來第二次見我們的時候 她告訴我們 十三年前 因為各樣的工作 或者焦慮 睡不到教家焦慮 她看醫生 醫生開安眠藥給她 但醫生說明 不可以依靠 這隻安眠藥你吃 可能給你一個星期 你就剪掉了 但是她就依靠了 自己繼續在外面 買一路 吃了十三年 最高峰期是一天吃四十粒 總之上班 正在工作 什麼時候有焦慮 一個手震 她就吃幾粒 晚上又睡不到 又吃 她家人知道她有吃安眠藥 但是想勸她停 不應該 自然一點 所以要隱瞞 她嘗試戒 因為很內疚 因為家人以為她戒了 但是她每次 到第十七粒 就有陽簡症發生 就是暈倒 還有會缺氧的 那家人馬上叫白車去ICU 那醫生檢查完 告訴家人 家人就突然間 好像很被欺騙 尤其是丈夫 因為起碼第二次知道 丈夫知道你 原來還有這個人在 以為你沒有了 還要去ICU 又擔心你的身體 那丈夫很怨 但是丈夫很疼她 但是最後一次 她為何這麼辛苦 壓在裡面 因為她一來突然知道自己戴肚 但是在吃安眠藥 重安眠藥 丈夫又不知道 他裡面很大的自責內疚 如果我嬰兒有事怎麼辦 我又不能告訴丈夫 我丈夫一定不可以知道 所以我們唯有祈禱 我也很震驚 當時我認識她的時候 我們認識她 在吃22粒左右 我理解完 她總之不肯看醫生 因為真的要看醫生減藥 我問完一些意見 跟她說 半粒半粒減得很慢 減半粒減一個多兩個星期 才再減半粒 這樣減法 是去醫院生B的時候 都應該還在吃10粒左右 這樣計法 但是她堅持不想 想生B的時候 不想醫院知道 不想老公知道 所以想生B的時候 戒掉了 真的要顧及健康 但是感謝主 總之中間擾亂當中 她減少一點 不減少一點 又升上去 又減少很多粒 這樣 沒有癲癲 謝謝主 因為她已經試過三幾次 兩三次癲癲 她沒有癲癲癲 而且她結果是入院生B的時候 剩下兩粒 還有因為紅斑狼瘡 緣故早生 早產了一個BB 出生的時候 差不多10天前出生 1.6kg 但是BB現在是健康地生長 健康地長肥 因為要起碼5磅醫院 才可以讓她回家 但是她是健康的BB 榮耀龜鼻主 可不可以看另外兩張照片 想介紹BB給你們認識 很帥 很帥 還有爸爸媽媽 我們一直探訪的那對夫婦 奉耶穌的名祝福他們 謝謝